Find S6系列搭载最新一代的4纳米的旗舰芯片 以及OPPO自研玛尼亚大影像专用NPU 带来强劲性能 同时我们也用软件将旗舰机芯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 新进化的卡罗斯超算平台 从系统底层入手 实现了业内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安卓内存底层重构 让手机运行更流畅 也通过对芯片微架构的深度解析 精准地计算高性能和低功耗的平衡点 在不影响性能的同时降低功耗 我们也采用换新存储技术 减少了手机使用后的性能下降 实现了48个月的久融于心 一系列的软件优化 让我们手机的流畅性不断提升 卡罗斯系统也连续三年 残年最流畅手机系统榜首 Find X6 使用了独创的 微架构超算引擎充分地释放芯片的最佳算力 有了微架构构超算引擎的加持 Find X6 系列在极致的游戏画质下 功耗和温度都是同平台最优 我们的微架构超算引擎 搭配上Hyper Boost的游戏稳增引擎 让OPPO Find X6 系列 拥有领先于其他标杆手机的游戏帧率和游戏的画质表现 祝你每一位游戏玩家稳定输出 Find X6 系列的出色的性能还得到了 顶级的游戏赛事的认可 成为英雄联盟手游亚洲联赛的推荐用机 以及和平精英赛事实验室认证手机 它不管是游戏的性能 我们也在Find X6 系列上 把通信的性能做到了极致 Find X6 系列可实现 双卡的 4G 5G 连接 以及 2.4G 和 5G 的 Wi-Fi 连接的六网协同 无缝切换 我们在进出电梯的时候 这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 包括进到车库的时候 我们的会议的卡顿率大大的降低 降低了 75% 乘坐地铁的时候 视频会议传输的时间降低了 20% 极大的优化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另外Find X6 系列可以实现 5G 网络 和双频的 Wi-Fi 网络的三网并发 达到了最高 7.5G 的风质下载速率 是其他手机风质速率的两倍 在 5G 的通信领域 N28 这个频段的覆盖率是其他 5G 频段的 6 倍 我们针对这个特性使用了 N28 的 4 天线设计 Find X6 系列的 5G 的信号接收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出海 离岸的数据连接距离 最远可达到 43 公里 无论是在山区 地库 还是出海航行 5G 连接 无处不在 Find X6 系列首次发布了 双5G 通信共享技术 诶 这个厉害了 准备鼓掌 Find X6 与 OPPO Pad 只要靠近 就可以轻松建立连接 连接后它不是个人热点 也不需要在同一个局域网中 OPPO Pad 就可以实现自由拨打电话 收发短信 与传统的热点分享相比 功耗降低 30% 数率最高提升 67% 通信的能力无缝扭转 并且大家还可以看到 是双5G的哦 这个你们肯定没见过 Find X6 支持最新的 Wi-Fi 7 拥有更低的食言 和更强的抗干扰的能力 平均食言降低 18% 抗干扰的能力提升了 15% 其实网络通信性能 有一个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数据传输的速度 比如说我们今天买了个新手机 第一步就是干嘛 手机搬家 这个时候其实等待的时间是很焦虑的 因为你这个手机没法用 那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数据 Find X6 系列最快 仅需 34 分钟 就可以进行 200GB 的数据传输 远超行业水平 不仅不仅性能强 Find X6 Pro 的充电也很快 OK 100W 超级闪充 最快 10 分钟 就可以从 0 充电到 50% 喝杯咖啡的功夫就可以恢复充沛的电量 当然不光是充电块 Find X6 系列的电池寿命也更长久 1600次的完整充放电循环 应该是行业目前最长的了 并且即使在零下 20 度的超低温环境 你也不用担心无法充电 Find X6 系列在保证极致性能的同时 我们也在全方位的守护手机安全和用户隐私 OK 接下来我们推出了业界首个双阵膜 主动式通话隐私保护技术 通过逆向生产实现通话防漏音 最典型的场景就是 你比如在车里面或者在电梯里面 50厘米开外的人 不可能听清楚你的讲话内容 我觉得这个对很多的商务人士非常的重要 并且我们测试 这一定是行业里面性能表现最好的 我们也经常会分享我们相册中的图片 Kalos会智能地抹除这些图片中的敏感信息 对截图中的个人信息还能够自动地打码 OPPO还与蚂蚁安全实验室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使用金融机的恶意代码识别引擎 从源头发现并拦截恶意软件 保护手机安全 另外当手机不慎丢失 可以使用无数据远程定位 即使没有信号 没有WiFi 同样可以定位到手机的准确位置 另外Kalos获得了十大业界权威安全隐私认证 完全可以用得安心 用得舒心 同时OPPO Find X系列将支持四次Kalos大版本升级 以及五年安全维护更新 长久保障用户体验 不止于此 这一次Fund X系列搭载全新的Kalos 13.1 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智慧高效的新体验 请不吝点赞订阅